美食摄影它更多的是 与另一种生命形式的一种交流和对话 我是一名美食摄影师 我叫马爷 身穿黑色T恤 梳着油头 戴着一个圆圆的黑狂眼镜 拿起相机的眼神充满自信 对着美食 他更是细心摆盘拍不停 他不仅是大陆第一位专攻美食摄影的人 更是米其林御用的美食摄影师 拍美食的时候我会给他的色温 稍微的加那么一百两百 让他出来一点这个暖暖的感觉 从小就对摄影相当感兴趣 马爷小时候就曾经偷走妈妈一百块钱 跑去买了一台一次性的相机 到了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 但他总是觉得兴趣缺缺 反而因为太热爱摄影 在大学期间担任五年的摄影助理 我那时候做助理 干活都是跑着干的 就是一说哪有问题就 撕一下就过去了 2009年 他更是受邀远赴法国米其林餐厅 担任特约摄影师 回国后开始拓展美食摄影版图 开番授课 出书演讲 唯一不便的就是 他对照片好品质的要求 连拍摄用的蔬果 海鲜 都一定要上市场亲自挑选 尽管家中父母反对到底 妈也总是笑笑的带过 对于热爱的摄影工作 总是义无反顾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家里人反对不是一天两天了 尤其是我爸爸是个读书人 他就认为什么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认为搞摄影的呀 这些都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我跟我妈还开玩笑呢 就是因为有好多孩子 不听他妈妈的话 所以这个世界才会进步 从事摄影工作至今超过十年 专精美食摄影的马也 还曾经获得2016美食奥斯卡 年度最佳美食艺术创作奖 现在的他被热爱的工作包围 他说美食摄影不仅给他一份工作 更给他生活增添了厚度 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 记者黄子轩 陈佳柔 纵口不倒 男生 女儿 嗨 嗨 谢谢大家